大家好,高级酒店把香蕉装进苦瓜里,出国一份就卖38元。 而且卖得非常火,吃过的人都连连称赞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不得不说生意人的脑袋就是厉害。 万万没有想到香蕉和苦瓜搭配一起,竟然成了特色菜。 首先准备适量比较值的苦瓜,清洗干净后切去头尾, 然后切成10公分的长段。 我们再用一个擀面杖把苦瓜两头倒一倒。 操作的时候不要把苦瓜倒破了,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把里面的苦瓜让取出来。 最后像这样成一个完整的空洞就可以了。 我们再找一把勺子, 用勺子饼把里面这一层硬心和白膜刮干净。 这个白膜会比较苦,刮干净后吃起来就不会苦了, 口感也会更好。 全部处理好后像这样就行了。 然后把苦瓜放入清水中, 清洗干净。 因为苦瓜淘过后里面有很多细碎的残渣。 提前烧一锅开水, 加入一勺白糖, 白糖可以中和苦瓜的苦味。 然后放入我们处理好的苦瓜。 大概煮两分钟。 苦瓜不能煮得太久, 否则口感就不脆嫩了。 看一下, 煮过的苦瓜颜色变得更加翠绿。 好了,捞出。 然后放入凉开水中过凉。 这样可以快速地给苦瓜降温, 保持它翠绿的颜色。 还可以苦瓜吃起来更爽脆。 苦瓜完全放凉之后捞出沥干水分。 我们来煲一根香蕉。 再准备一节苦瓜。 像是平这样把香蕉装到苦瓜里。 您看这样非常轻松地就装进去了。 然后我们把外面的这一节给它切掉。 苦瓜全部装好后, 再把苦瓜切成厚片。 厚度大概为一公分, 这样更美观而且不会脱落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看着非常的漂亮。 这样搭配简直是浑然天成。 丝毫看不出来香蕉事后装进去的。 全部切好后摆入盘中。 再浇上一些蜂蜜水。 摆上一些枸杞点缀一下。 这样一份酒店非常火爆的特色菜,苦净甘来,就完成了。 这份苦净甘来,同甘供苦寓意非常好,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。 老板说卖38元是因为3加8等于11,代表以后的人生一帆风顺。 这样做好的苦瓜微苦,清热去火。 香蕉,绵软,香甜,再加上有蜂蜜的加持。 苦瓜就变得不是特别的苦,刚入口一瞬间是苦瓜的苦味。 然后用香蕉的绵软,和蜂蜜的清甜,来安抚我们的味蕾。 夏天我们要多吃苦瓜,如果你也喜欢,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。 喜欢别忘记点赞关注转发,感谢您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